第261章 南齐参加的理论考试 三天后 二月下旬的风在帝都赫尔罗姆的高耸建筑之间急速飘过 冬日清晨的空气中 巨大的寂灭骑士团建筑处理显得庄重而威严 这座建筑高耸的尖塔直插云霄 表面镌刻着与恶魔之战的古老传说 雪白的石块堆叠而成的外墙上覆盖了一层薄薄的霜 使其更加神秘 接近大门 两位身着深灰色仲凯 手持长枪的骑士站立在此 树米高的门飞上镶嵌着雕刻的金属图案 正是寂灭分支的圣印 冷灰色的图腾中央由空洞的眼球构成 虽没有瞳孔 但它散发出淡淡的光芒 仿佛是被它吞噬的最后一丝希望 边缘缠绕着数条扭曲相互交织的锁链藤蔓 这些藤蔓上长着尖锐的刺 环绕着眼球 将它牢牢地固定在其中 曾作为北大陆 禁忌存在的寂灭分支 如今已在帝都赫尔罗姆 拥有了一座办事处 其名最后被定位了寂灭骑士团神殿 而在此工作的教师的主要负责的 是与帝都赫尔罗姆负责其他行省分部的协调与后勤 同时也于近期为寂灭分支筛选想要加入的新教士 复生教会整体获得了在普罗托斯帝国的安全许可后 有意要争取化士者地位的三位主教旗下的三大分支皆在帝国飞速扩张 不少本就游利于灰色地带的人士更是有了直接渠道加入复生教会这艘大船 昨日就在这里进行了一场新教士的出示 完整的考核内容分为出示、复试和最终考核 目前已经完成的出示内容便是概念性比试 纪念分支会在今天上午通知到昨天比试的合格者 并且在下午将复试和最终考核两项的同时进行 尽管看起来安排紧凑 但教士需要有的高度执行性也是他们祭灭分支的一大基本准则 当祭灭骑士团神殿大门缓缓打开 一座宽阔的大厅显露出轮廓 巨大的吊灯悬挂在高高的穹顶上散发出白色的光芒 四周的墙壁上挂着以复生教会在北大陆圣战中行迹为主题的油画 两旁的拱形门通往内部的各个房间 沿着长廊往最深处走去便是一室厅 逐一室厅是祭灭骑士团中最庄严的地方 其高大的门飞由兼顾的项目制成 而背后是一个宽阔的圆桌式大厅 高窗采光绝佳 阳光透过玻璃 撒在桌面和墙壁上 形成绚丽的色彩斑斓 此刻即便还是早晨 几位寄灭分支的大教士已围坐在桌旁 他们面容冷峻 胸前闪烁紫色光滑的圣印吊坠 证明了他们的地位 桌上放着树达归类完成的纸卷和文件夹 详细记录了昨天参加出世的普罗托斯帝国人的身份信息和考核成绩 大厅中央 身穿深灰色法衣的中年男性正在仔细地翻看 他手上戴着一支海骨质的纸环 时不时倾触着纸叶 他偶尔抬头 询问身旁其他两位大教士的意见 而一位年轻的身灰铠甲骑士 用笔记录着几位大教士的谈话 另外两名大教士 手上也各自拿着几份文件 时不时讨论某个考生的成绩 房间里的气氛庄重 每个教士都知道 这次的考核 是寄灭分支 在帝国境内势力扩张的一部分 而能否选拔到 能够适应帝国新政的人才 对寄灭分支能否在两个多月后的主教投选中取胜 可能会起到极大的影响 在目前普洛托斯帝国的形式与政策下 相比起擅长正面战斗的力量 他们更需要擅长规划或策略的人力 议事厅里负责这一项工作 为首的中年男子 凯乌斯大教士 他是决策的核心 其他人都在等待他的最终决定 笔事的客观题和主观题 除了考察应考者的智慧 学习能力 基本功底 也能从一定程度上 分析出这名考生的本质 性格与形式风格 没想到他能通过考试 看来是有做过功课的 凯乌斯大教士抽出一张试卷 并对比着一份与之匹配的履历信息 评价道 每一位应考者 都有教会专门的情报专员 将其履历调查出来 只见在凯乌斯大教士手上的文件中 名称一栏写着 铁拳赛里奥 一旁的相片 是一个身材魁梧 深喝的皮肤 头顶有单个犄角 手腕上佩戴着沉重的黑金手环的半模足 情报写道 他曾是一位著名的决斗士 因场上的残酷杀戮而被竞赛 可以看出 他对于战斗 有着近乎疯狂的热爱 但是也不屑于对弱小者出手 例如 不会伤及儿童和女人 曾经过几次监狱 属于是在这个国家走投无路的家伙 不过 我们附生教会道 不怎么排斥半模足 坐在凯乌斯一旁的大教士 结果这份65分 刚好比及格线只高了5分的试卷 略微笑了笑 如果霸天分支也有开招新的话 他更有可能去那边 另一位大教士评价道 一般来说 霸天分支都会跟他们明争暗斗 尤其是 他们现在已经处于明确的利益竞争关系 但是这一次出奇 霸天分支并没有在帝都 开始招收新教士 那群蠢货 大概是怕了我们的人再潜入进去 这一次可见格外的谨慎 不过也要小心霸天分支的人来捣乱 凯乌斯淡然说道 筛选出几分不合格的试卷 再度拿起了一张分数在及格线上的考卷 原本寂灭分支和霸天分支都是帝国通缉目标 都没什么好怕的 互相之间可以直接动杀手 现在双方在帝国境内都不能直接明面上动用武力 反倒是霸天分支屡屡陷入被动 被寂灭分支的教士设计暗害 霸天分支的教士不是没他们聪明 只是教义和性格决定了他们喜欢阳谋 而寂灭分支擅长阴谋 霸天主教也不是会忍让的性格 看似现在什么都没做 但只要找到机会 就会向寂灭主教算账 在凯乌斯拿起的又一张履历之上 是一个叫火蛇雷多尔的青年 红色的长发 穿着黑色的神父长袍 信息写道 他被认为是一个危险的火系法师 曾烧毁了一个整村庄 并无具体原因 性格易怒 冲动 可以看得出来 他是一个毁灭主教伊万诺斯的模仿犯 好像头发也是染的 为了更像毁灭主教一点 凯乌斯的声音难得有点无奈 这考生虽然看起来精神有点问题 但是分数还不错 足足有76分 可见其身为恶党的资质和混乱性极高 要是这家伙在南大陆 恐怕就会追随毁灭分支了 可惜 按照毁灭主教伊万诺斯的性格 如果见到有人模仿他 估计会直接将他化为灰烬 或者以最残忍的方式 寸寸凌迟 不过重量级的 应该还在后面 这两个只能说是各有特色 其他两位大教士也笑谈道 本章完 第262章 蓝旗多少分 窗外的太阳逐渐高升 逐一时听会议桌上的试卷 再往下筛选 只会显得前面的合格者 都还不算多恶劣 都是些在帝国有所名气的恶徒 一张69分的试卷 所属肉渣格拉夫 巨大的身躯 身体多处有切痕和烙印 嘴角上有一道深深的刀痕 是一个拷问师和肉贩 他会捕获人类并将他们肢解 然后将他们的身体部位卖给黑市 但并无直接证据 只是他所在的居民区 根据统计 失踪率远高于正常情况 也有传言说 他会在暗室里 对他的受害者 施加各种无法想象的酷刑 性格残暴 对痛苦的兴趣 远超于财富 在下一张合格的高分试卷 是78分 毒刺沃尔特 身材瘦靴 皮肤苍白 左眼有一块黑色的眼罩 他的右手指上 戴着几个注入了毒液的戒指 是一位生活在帝都边界居民区的 毒药大师 以制造和出售致命毒药 而臭名昭著 据说他为了测试新毒药 会在无辜的流浪者身上进行试验 冷血 狡猾 而且对于生命毫不珍惜 这个性格很好 不是吗 没经过多少讨论 凯乌斯便将其试卷和履历 放在了合格那一侧 就没有一个封印师吗 旁边的大教士 翻了翻目前已经合格的诸多履历 职业各有不同 可是没有一个人明显看起来 是和寂灭主教同类型的封印师 封印师太少见了 我们分支里除了寂灭主教和寂灭圣子 本身擅长封印魔法的教士就不多 而且 哪怕有着封印类型魔法的像性 专攻封印他人的法师 心理和精神层面也多多少少有点问题 不过绝大多数邪恶的封印师 也还是会被寂灭主教吸引而来 说着说着 凯乌斯大教士似乎拿到了一张试卷 令他的眼神一晃 只见足足有着91分 凯乌斯很快找到了其履历 眼球收集者 托尔斯带着一副多层眼镜的学者 一代里总是装满了各种生物的眼球 他的眼神闪烁着 仿佛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光芒 他相信眼睛是灵魂之窗 他会捕捉各种生物 取出他们的眼睛 并加以研究 但是城镇里有段时间 总会出现失明的受害者 都被抛弃在街头 而他距离案发地点并不远 却每次都有着明确的不在场证明 这是目前为止 看到最高的分数了 他曾受过许多指控 但是没有一次被坐视证据 由此就可以看出他的厉害之处了 没有多少谈论 这一张就被放到了合格一栏 再往下翻去 经过了十多分钟 才终于又找出了一份 能与之媲美的试卷 血喉 吉亚 身材高瘦 衣着考究 领子下埋着一条鲜红的围巾 是一位声名狼藉的歌唱家 听过他演唱的观众 总有会撕开自己喉咙 咬舌自尽等诡异的现象 但他却否认自己用过英律魔法 只对自己的艺术技能深感骄傲 85分也相当高 他自身的战斗力出众 而且手段隐秘 可能有着六阶 堪比我们这些大教师了 凯乌斯评价道 本身的才能与实力 也是一个加分项 这会与最终考核息息相关 直到桌面上散落的文件 逐渐变薄 最终被清晰归类成 合格与不合格两类 还剩零散的几张职业 被单独留在了圆桌上 凯乌斯大教师 拖着下巴沉吟 似乎在等待着身旁 另两位大教师 看完剩余的文件 然后向他们询问一下意见 尽管三轮考核的主考官都是他 而其他两位大教师 是负责的其他工作 但前来协助的他们 也能给出帮助性观点 这两份你们看看 凯乌斯大教师 将张试卷和屡历摊在了桌上 而另两位大教师的目光 也顺着他的指尖去 首先第一章的分数并不高 只有62分 来自一位叫希德的女性 客观题满分 主观题除了一些概念性的问题 其余全都空着 总之来说 还是合格了 稍微注意一下她 是不是命运女神教会派来的间谍 因为有一些题目 太过正直的人答不出来 越答疏漏越多 她可能正是借着交部分白卷 避免露出破绽 一旁的大教师 陈思坚说道 她觉得 这位女性的履历并无问题 看不出什么伪造痕迹 如果她是内鬼 那也再好不过了 一旦我们能确定出她的身份 等待着她的僵是什么 应该不用多说了 我也是这么想的 凯乌斯确认完同僚的意见后 便将其放进了合格那一栏 然而 当他们注意到 西德试卷下的另一张试卷时 都略微有些愣住了 甚至有点怀疑 是看错了 这第二张 分数就显得有些夸张 足足有98分 是一位叫洛奇的青年 来自西南行省的利洛姆城 履历干净 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帝国人 其对复生教会的了解程度 可谓极其深入 概念题近乎标达 主观论述题也达得无可挑剔 负责改卷的教士 没出问题吗 一旁的大教士 皱着眉头问凯乌斯 所有60分以下 或90分以上的试卷 都会由至少两名改卷考官复查 凯乌斯神色淡漠地回答道 这只能说明 负责核查的改卷考官 也得出同样的98分 不过我亲自看完 确实改得没有问题 其字里行间写得冠冕堂皇 但通篇只看得出邪性二字 例如 你们看这道题 假如你俘获了一名 命运女神教会的神官 请阐述该如何使其屈服 凯乌斯指向了一道论述题 这题的分支并不高 因为非常简单 寻常的答案是进行生理和心理的极致侮辱 除以极刑折磨逼迫 以家人亲有做威胁等等 但这家伙不一样 他写要用爱感化对方 使其真心诚意地加入到我方的阵营中来 还根据题目给出的情景 做出了一番具体的阐述 他并不会动刑 而是会先培养三个 拥有刑讯师前置的其他教徒 让他们成为专业的刑讯师 在经过只行不逊的见面里之后 给囚犯第一次选择机会 是愿意和自己好好谈话 还是继续和他们相处四天四夜 确实 完全的转化 相比其审讯出情报 收益高了太多 可其操作难度也极高 不是谁都有他这种话术水平 感染力和判断能力 其邪恶程度无需质疑 两名大教士 也颇为好奇地浏览了一番 这个试卷的论述题 逐渐确信 其获得高分的真实性 以及其和命运女神教会 那一方肉眼可见的精卫分明 他哪里扣分比较严重 他们看到各个概念题和论述题 这名叫洛奇的考生 都没有扣分点 往前看 凯乌斯大教士说道 在凯乌斯的提示下 他们将试卷翻回第一面 终于找到了这张近乎完美的答卷 被扣掉了分数的地方 是一道选择题 让考生从三个选项中 选出寂灭主教的名字 洛奇没有做出解答 不会真有人忘了 阿斯克桑大人的名字吧 他就算梦一个 也有三分之一的概率 做对 一位大教士 一哈而困惑地评价道 哼哼哼 没什么问题 他后面的题目答得挺满 可能是没时间了吧 另一个大教士摇了摇头 考试中时常会出现 有考生将不确定的题目先控着 准备做完后面的题目之后 再回过来思考的情况 当然 也有可能后面的题写完 已经没有时间再回过头来检查了 这小子的合格无可争议 即使他的履历看起来在普通 其性质一眼便知 只是他本身的能力孱弱 我有点担心 他通不过最终考核 若也有弱的好 翻不起太多风浪 即使他没通过考核 我们也可以将他掌控起来 至少不能让他为霸天分支效力 这回真有些不错的人才 霸天分支 只能捡我们不要的垃圾了 考核中唯一的变数 便是能力过于超群的考生 将整个考核计划搅得一团乱 但是目前看来 没有哪个考生 具备这种危害性 各有各的缺陷与严重不足 凯乌斯确认完合格者 那一栏文件夹里的每一份 都经过了所有大教师的认同 便站起身 将繁重的文档整理了一遍 那么笔诗的通过者 已经确认完成 下午就对他们开始正式的复试 和最终考核了 他将文档 递给了远处负责记录的教室 令其去将剩余事务办妥 明天字数会比平常多 把这个事件整个码完 埋头码字去了 另外推本病友的书 助我隔壁床位 医生也天天让他码字便于观察病情 本章完 第263章 蓝旗威尔福特主义 在寄聊的寒冬 帝都赫尔罗姆的自然光 相比于其他季节 要显得弱小许多 他轻柔地穿过稀薄的云层 为寒冷的大地带来了那么一点温暖 蓝旗独自走在宽敞的道路上 今天是工作日 他不需要去普罗托斯皇家学院里 辅导泽斯滴拉 每天都在距离学校不远的旅馆里 过着养老一般的生活 在上午收到了笔试通过的信件后 他用完午餐 就踏上了前来寄灭骑士团神殿的路途 还是身穿菱形条纹马甲 披着能抵御寒冷的深灰色长大衣 显得井井有条 他的绿铜在阳光下更显得清澈 如同翠绿的湖泊 随着他的脚步 路旁的帝都市民行人渐渐变少 他们大多数都避开了 寄灭骑士团的所在的位置 仿佛那里是地图上的一个禁区 而反方向行走的兰奇目的地 看起来很明显 吸引了一些普通人的目光 他们诧异地打亮了一眼 这位看起来温和规矩的青年 为何会往那边走去 兰奇 你确定你真的是在演戏吧喵 影子里传来了带有些许惬意的稚嫩声音 在周围没有对魔力敏感的人时 猫老板的念动力魔法也可以直接将声音传到兰奇耳边 只是他的魔力掌控技巧非常声色 如果有法系职业者高手在近处 很快便能发现影子里的不对劲 猫老板感觉兰奇在西南行省时 和霸天分支的教室交际 已经非常危险了 没想到兰奇好不容易拿到了他想要的身份 摆脱了那些附生教室 现在来到帝都可以安安分分地当一个辅导老师 结果竟然又主动要加入寄灭分支 猫老板只觉得这家伙疯了 放心啦猫老板 我的信仰坚定得很 紧卧底到肥窝里很正常的 兰奇微笑着小声说道 像在给猫老板说着悄悄话 那就好 猫老板确信 兰奇在利洛姆城运作了一番之后 原本的噩梦开局 现在已经回归了正轨 还颇为梦幻地带上他 过上了安逸美好的赫尔罗姆帝都生活 他想了想 还是保持了默然 准备再观望一下 兰奇在见到修宝之前会做些什么事 他已经安于现状了 只是这小子似乎还有点想法 暂时不打算停下来 不过他应该是有刹车的 就这样 兰奇往寂灭骑士团的建筑靠近 到最后 街道上除了飘动若隐若现的细微雪花 几乎再也看不到其他行人的身影 远处 寂灭骑士团的雄伟建筑 逐渐呈现在他的眼前 尽管已经来过一次了 但亲眼再度看到的合法的复生教会神殿 兰奇还是感觉有点感慨 这就是北大陆啊 果然和南大陆差别很大 也总是在这种时候 才会深切意识到自己处在异国他乡 离自己熟悉的城镇和家非常远了 兰奇摇了摇头 不急不缓地走到了守卫森严的大门前 身着深灰色仲凯的骑士 上下打量了他一番 检查完信件后 其中一人点头 示意他可以进入 随后 兰奇收起富士通知书 迈开步伐 走进了这座深不见底的建筑 兰奇记得信件上的指引 他沿着左侧的长廊往里走 很快就找到了富士的考场 走廊的尽头 两扇巨大的金属门飞紧闭着 在门的两侧 仍有教室静静地守护着 他们的目光冷漠 都处在随时可以战斗的状态 进去吧 无须兰奇再展示一番信件 教室就为兰奇 拉开了通往考核大厅的门 在那扇沉重的铁门后 是一个气氛凝重的宽敞大厅 高大的吊灯悬挂于顶部 散发出悠悠的光 四周则是原本 留在这座建筑里的雕饰壁画 描绘的那场北大陆圣战 扭曲而诡诀 英雄和恶魔的面容 在阴影中忽映忽现 像就将从画中走出 加入这个空间 压抑的静默笼罩下 空气略显稀薄 大部分区域都在昏暗之中 每个后考者的脸 都仿佛被深沉的阴影攀上吞噬 背后的影子更是一片漆黑 相比起兰奇这种来得比较晚的 考核大厅里 早已聚集了二十多名 等待复试考核的人 他们坐在大厅的四周 零散的座椅上 互相保持着距离 有的闭目养神 有的低头沉思 有的恶徒低头窃窃念诵着 嘴唇在幽暗中快速移动 像是诅咒般的咒语 却没有声音传出 当中的大多数存在 都是气质危险的恶党 最显眼的几人 更是这个恶意集中场所的主宰 令其他人也不太愿意靠得太近 兰奇扫视了一下大厅 很快 他背后的门紧紧地关了上 发出一阵轰响 门上方的巨大摆钟 他的齿轮声每一次作响 都宣告着即将来临的命运考验 来了此处 便再无回头路 兰奇的出现在 短暂的片刻间 已经吸引了不少目光 时不时有视线盯向他 评估着他每一个细微的动作 此刻看起来过于 温良无害的黑发绿童青年 像急了一个误入了七黑狼群中的纯白羔羊 放在第一轮的比试中 也许还有像他这样看起来规则秩序的人 但是做完那份试卷的人都清楚 想要通过比试拿到高分 不仅需要对复生教会和冀灭分支的详尽了解 还需要一颗极端的恶徒头脑 不管怎么看 他真的很弱 而且没有丝毫威胁感 想必这家伙就算通过了考试 也是凭借扎实的理论知识 答对客观题和概念题 从及格线上飘过的 兰奇只是走到大厅一侧的空座位坐了下来 双手交叠放在腿上 眼神平静地望着前方 随着时间的流逝 大厅内的气氛变得越来越紧张 蓝奇一点都不慌 但影子里的猫老板 已经被这浓密的恶意 吓得瑟瑟发抖 能跑的话都想跑路了 有点后悔 又因为好奇心 跟着蓝奇一起来了 来到这里的人 各个都是重量级 像蓝奇这种履厘干净的好青年 其危险与混乱程度 明显和其他那些纯粹的恶徒们 不是一个量级 强 强 金属门飞上方的整点钟声敲响 蓝奇坐在角落 也可以清晰听到 叠加在一起的回响 每次钟声都像是警告 提醒在场的每一个人 这里的危险与势剧增 大厅中 从前方角落传来的微光 与那幽幽的吊灯相呼应 凛冽的空气也在这一刻凝结 在钟声逐渐散去之时 一个细沙般的轻微声响 从远处的黑暗深处滑进大厅 像是某种咒语 使得时间停滞 大厅的各个角落 每一个厚厚考者 每一件雕饰 都仿佛定格在这一瞬间 那是脚步声 尽管声音并不大 但在这紧张的氛围中 这脚步声 犹如踩在每个人心跳上的鼓点 引导着他们的注意力 将他们的视线 都牵引向那未知的方向 大厅靠内侧的几扇铁门上 不时有风从某处缝隙吹入 带起一阵冷冽 同时也带起了大厅角落的褪色曼联 让他发出嗖嗖的声响 蓝旗的目光 如同其他后考者一样 穿过大厅的阴影 等待那即将出现的身影 渐渐地 大殿深处透出了微光 映照出一片深灰色的法衣的身影 逐渐从大殿内的黑暗中走了出来 他走得不快 脸孔呈现在众人眼前 那是一个带有岁月沧桑 但又阴沉冷峻的脸庞 深陷的双眼中 透露出一种冷漠的掌控欲 阴勾鼻下 是颇为细薄的嘴唇 令后考者们心惊的 是他胸前那紫色的圣印 散发着微弱的光辉 照亮了他的法衣 在场的恶徒 没有一位敢小觑他 能够佩戴紫色的圣印 说明他不止一个大恶党 更是纪灭分支里 赫赫有名的大教士 是真正的复生教会 身居高位者 和居身于北大陆黑暗面的恐怖分子 就这样 负责主考的凯乌斯大教士 走到了大厅的前方 我是主持这场复试 以及最终考核的主考官凯乌斯 凯乌斯的身材 在这微光中显得更加高大 他慢慢地打开口 声音低沉 传遍了整个大厅 为了证明 你们对复生教会 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忠诚 你们必须完成一个任务 这便是复试的考题内容 他的双眼 慢慢地扫过每一个后考者 当他不说话时 沉默便笼罩着整个大厅 不少在座的后考者 慢慢露出了疑惑的眼神 他们不知道 有什么方法 能够准确测试出忠诚度 就算真的有能看穿 内心想法的魔法 那也至少得是专攻精神 和灵魂的八阶强者 才有可能办到 哪怕有这种等级的古代魔法道具 显然这一场复试的规模 也不足以其动用 前段时间 由艾瑟泰兰王国那边的 命运女神教会盛行 他们诞生出了一种 检测附生教士的办法 尽管不一定完全准确 但是也确实筛选出了不少我们的人 而这种暴行一般先制宜 在要求对方自证的浪潮 被传播的神官们称为威尔福特主义 凯乌斯淡淡的为大厅里的众人讲述着 如今在普罗托斯帝国 我们和命运女神教会的立场兑换 那么 这种威尔福特主义也可以为我们所用 我会先把你们全部当成命运女神教会的内奸 而你们需要向我证明 你们不是的 富士的内容非常简单 那就是改造命运女神像 我会发点你们 每人一个命运女神像 你们可以自由想象 毁坏 甚至玷污命运女神 以此来证明 你们在对复生教会信仰上的忠诚 然后向我提交一件作品 我也将借此判断你们的立场 风格 以及与我们纪念分支艺术性的契合程度 至此 凯乌斯简单明了地讲述完了 本场考试的主题和规则 今天四更 后面还有三章 本章完 第264章 蓝旗开始证明自己的成分 凯乌斯的话 就像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 泛起了一圈又一圈的涟漪 大厅里的每个后考者脸上 都显现出了不同的表情 有的人惊讶 有的人沉默 有的人兴奋不已 蓝旗听完之后 整个人都愣了愣 他一开始听到威尔福特主义这几个字的时候 还不自禁地联想到 自家摇摇欲坠的商会 结果再听下去发现 这好像是当初圣唐恶徒晚宴 世界里用来搞毁灭圣女的办法 即使不用猜 蓝旗也瞬间明白了 是谁拿他的信使命名了这种意识主义 可他没想到的是 有一天 这个主义竟然会被传到附生教会 然后被他们反过来用 甚至用到了他本人身上 凯乌斯大教士静静地站在那里 目光锐利地注视着每一个人 试图从他们的眼神中捕捉到一丝的动摇或是异常 这种极端邪恶的主义 哪怕无需执行 一旦将其讲述出来 便可能让潜伏着的敌人先行动摇 入出破绽 大厅里的许多后考者们 并没有听说过这个所谓的威尔福特主义 但很快也懂了这项富士的意义 当世之人关于神明的认知里 较多的学说都认为 神明如今存在于概念侧 他们无法直接干涉世间 又或者需要极其严苛的条件 才能干涉世间 而其条件既和神明本身有关 又和他需要干涉的生灵有关 具体的条件无人能判断 可是 无论需要满足的条件是什么 有一个必然存在的先决内容 那就是与该神明产生直接因果 所以 在这个世界与神明产生因果 是一件很庄重或者很危险的事情 对每一个神灵都绝不能乱启示 无论是祝福祈祷忏悔类的誓言 还是直接诅咒神明 都并不一定会真的引发后果 可是 复生教会本就是最忌讳命运女神神性 与无形干涉的组织 甚至可以说 这个世界上最相信命运女神神力的两个组织 就是命运女神教会和复生教会 命运女神教会的神职人员们 使用威尔福特主义指认复生教徒的方式 正是逼迫有复生教徒嫌疑的人 对命运女神做出最虔诚的启示 利用这一点试图断送复生教徒的前路 一旦发现谁表现出犹豫 反抗情绪等表情不对劲 那么立即将被大幅加重嫌疑 然后着重调查 如今冀灭分支的复世考核 反过来使用威尔福特主义 让后考者主动去毁坏命运女神像 也可从细微的态度和最后的作品 观察出谁有命运女神教会神职人员嫌疑 毕竟对于神明真心诚意的诅咒和不敬 也是会传达到他们那里去的 唯有复生教会的成员会如此明目张胆地 敌视命运女神 或者说这是一个投名状 做出了与命运女神彻底撕破脸皮的事 也只能寻求复生教会庇护了 大厅里几名有所名气的后考者 表现出了高度的恶徒素质 对于这种事并不在意 甚至已经准备好开工了 而令凯乌斯最为关注的是 那位在比试中大量留白 最有命运女神教会间谍嫌疑 名叫希德的女性 只见她的神色淡漠 就像丝毫没有为之所动 兰奇这种略显惊讶的表情 反倒是很正常 并没有被凯乌斯多关注 抱歉 我不干了 得罪命运女神划不来 大厅中有不知名的后考者一番犹豫 终于站起了身 可当她回过头时 却发现有仲凯教士 一动不动地挡在巨大的金属门飞前 看来你有些命运女神教会的嫌疑 凯乌斯淡然地说道 不 不是的 我只是单纯地不想做得这么绝 她眼角抽动 喊道 凯乌斯像听不见她的辩解似的 随后立即有仲凯教士左右上前 将她积压住 不顾她的反抗和大声喊叫 将她带进了一扇大厅内侧的门里 连声音也越来越远 直到消失不见 顿时 短暂的死记下 不少人的心跳声和呼吸声都沉了些许 他们明白了 这是一场没有回头路的考试 也没有中途退出这一选项 在所谓的威尔福特主义中 只存在绝对的清白和绝对的嫌疑两种结果 不存在中间立场 而在座的每一个人 无论是否继续想要参加考试 走到这一步 都必须要向附生教会证明自己的忠诚 大厅的一角 蓝旗本人神情复杂 而她的影子 已经快要比她更不淡定了 猫老板都忍不住大骂这个阴险恶毒的大教士 还有这个可怕的威尔福特主义 到底是哪个畜生提出来的 不过她记得 好像蓝旗的姓也是威尔福特来着 没过多久 铁链被解开的声音打破了大厅的寂静 从大厅的内侧通道里 几名身灰铠甲的教士 推着工具推车 从门内走了出来 车上放着诸多精致的石像和工房道具 那是命运女神的雕塑 大约二十公分高 细节刻画得栩栩如生 这就是你们要毁坏的目标 任何可能需要用到的工具 我们都会提供 凯乌斯侧目看了一眼到位的考试素材 声音冷硬地说 复试只有半个小时 完成了就可以向我提交 复试结束后 我将宣布最终考核的规则 话音落下后 带到仲凯教士将命运女神雕像和工具 送到了每个考生手上 凯乌斯也适宜 考试可以开始了 蓝旗低头默默注视着手中的命运女神像 还是那般冷静 若有所思 逐渐 空旷的大厅里 逐渐回想起了越来越重的金属与石料碰击割剧声 有的选用了锤子 尖刀或者画笔 和自身掌握的法术 甚至有人相比起破坏 用上了额外的材料 进行改造与创造 在场的考生们 都以自己的方式 来刻画着 对命运女神的仇视与恶意 这是一场说难便难 说 简单便简单的考试 只要立场足够坚定 自身没有问题 那么这就是一个走行式的流程 但对于心里有鬼的人来说 难如登天 在这已经有些许铸铁厂消音位的大厅里 兰奇显得格格不入 他没有急着动工 也没有和其他人一样 富含想象力 又粗暴狂野的对待实相 他只是静静地拿起了刻刀 笔触非常稳定 每一笔都充满了情感与深意 本章完 第265章 兰奇的黑白二相性 大厅的气氛紧张得几乎可以切割 凯乌斯坐在高高的主座上 冷眼注视着远处的考生们 身旁的深灰仲凯教士 屏息静气 仿佛整个大厅的空气都被冻结 不到一分钟的时候 便有恶徒率先向凯乌斯大教士 提交对命运女的不敬之作 凯乌斯大教士 我完成了 提交者将被捶得粉碎的命运女神 拾向线上 脸上带着自信的微笑 然而 凯乌斯只是冷冷地扫了一眼 就摇了摇头 紧紧破坏 侮辱的程度太低 那恶徒脸色骤变 他想说些什么为自己辩解 但只见凯乌斯做了一个手势 旁边的深灰仲凯教士 立刻迈不向前 牢牢抓住了他的手臂 拖着他往大厅的深处通道走去 恶徒的脸上满是恐惧与不幸 他大喊 我是对附生教会忠诚的 我没有背叛 无人回应 他的呼喊在空荡的大殿中回荡 直到消失 其他的考生看到这一幕 都感到一阵寒意 这种敷衍的作品 并不能向我很好证明你们的忠诚 而一旦 没有足够的忠诚 将有严重的命运女神教会嫌疑 我们将会积压观察一番 凯乌斯说完 便再度单手拖着下巴 不再说话 有些恶徒立即开始紧张地修正自己的作品 怕自己也会被认为不合格 此时台下也有人想明白了 凯乌斯其实不管考生 是不是真的有命运女神教会嫌疑 都不会轻易放走任何通过鄙视的人 给霸天分支 将在场的人通吃 这才是他的真实目的 原本以为 不会有人再马上提交作品了 才不到十多秒 一位身穿银色裙楷的高条女性 站起了身 静止走到了高台上的凯乌斯面前 将一个六面棱角 清晰的立方体石块 放在了桌上 这让凯乌斯略微正神了一会儿 他没想到 最有嫌疑的希德 竟然这么直接了当 他仅仅是把命运女神像 还原成了最普通的石料 一个石方块 不知道他是用了独特的魔法 还是单纯的技巧 将其捏出来的 果断迅速 算你过吧 想了想 凯乌斯将这个石方块 放在了桌子的左侧 没有像先前那般 将考生的作品丢弃掉 而是将其收下 便是合格的证明 凯乌斯原本觉得 他可能是命运女神教会卧底的疑虑 现在其实变得更深了 可如果他真的是卧底 他更有兴趣 要把他招进来陪他玩一玩 让他体会一下 什么叫插翅南飞 与极致绝望 台下不少人 都略微抬头观察了一眼 其实在他们看来 这位银色裙凯女性的作品 处于合格与不合格 都有可能的程度 可也许其实是因为 他这份强硬果决态度 让凯乌斯做出了 让他通过的决定 随即 希德便回到了 自己原本的座位上 神色一如既往冷漠的 双手环抱闭目养神 等待着二十多分钟后 最终审核的内容宣布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接下来 逐渐有恶徒完成了作品 走上前提交 在这群人中 颇为有名气的 火蛇雷多尔慢慢走上前 他的红发随风飘散 看起来犹如燃烧的火焰 将他完成的命运女神石像 放在凯乌斯面前 他用火焰焚烧石像 将其烤得焦黑 成了一具快失去人形 被肆虐过的丑陋焦炭尸体 凯乌斯注视了一会 点了点头 将这件作品放在了桌上 示意他可以退下 毁灭主教的模仿 范雷多尔 自信地笑着回头 显然他也觉得 自己的作品 十分满足要求 然而 接下来的几个提交者 都没有那么幸运 他们的作品 被凯乌斯认为不够格 直接随手扔向了 垃圾废料堆 其人也被 深辉仲凯的教室压下去 每次都引起了 不少台下考生的恐慌 几乎每个提交者 在被深辉仲凯的教室抓住时 都会不停地喊着 我对复生教会是忠诚的 为什么 但凯乌斯似乎对此毫不关心 只是淡淡地 看着下一个提交者 直到 肉渣 格拉夫凝重地走了上来 他巨大的身躯 似乎十整个高台 都显得狭小 他放下被肢解的 命运女神像 就像他平时处理人类那般 凯乌斯 甚至能从上面 看到细微的血迹 凯乌斯沉默片刻 这份作品 很不错 而接下来 几位被他在 鄙视答卷审查中 看好的恶徒 都提交上了 不错的答卷 独次 沃尔特将 命运女神的雕像 雕刻成了一个 因为禁忌的活体改造 而变得淒厉死去的人形 血猴 吉亚 则是为命运女神像 附加上了英律魔法 使他变成了 在地狱里 挣扎哀嚎的邪恶神明 在他们之后 提交作品的 眼球收集者 托尔斯慢慢地走近 将改造后的 命运女神像 交给了凯乌斯 石像的眼睛 已被取下 身上被挖出 诸多小孔 填上了不知 从何而来 活体组织般的 异兽眼睛 不知是加上了 什么魔法 在凯乌斯注视 石像时 所有的眼珠 还会一起转动 与凯乌斯 对上视线 连凯乌斯 都感觉有点恶心 将其作为 合格作品 放在了桌上 随着考生的作品 逐渐提交 有些还没完工的考生 都因为这几位 提交者的艺术品 而感到更紧张 门飞上方的 大钟齿轮声不停 每一下转动 都代表着 剩余的时间在流逝 还有最后十分钟 凯乌斯的嗓音响起 冷漠 且毫无情感 无法按时完成 直接视为 命运女神教会教徒 她的话语 像一道冷风吹过 使大厅中的温度降低 这种惩罚与恐吓 无疑对其他还未提交的考生 产生了极大威慑 让他们更加埋头赶攻 考生中的一些人 回头看时钟 眼神开始流露出紧张和不安 而有些则仍旧淡定 仿佛非常确信 自己的作品 会得到凯乌斯的认可 已经合格的最终审核 后考者坐在原地 他们的脸上 没有任何表情 只等着最后的时间结束 最终考核的来临 仍在工作的后考者 越来越少 手上的工具与石像 发出清脆的声响 逐渐无法盖过 大钟的齿轮声 凯乌斯坐在主座上 身子微微倾斜 撑着下巴 虽然他没有将目光 放在任意考生身上 但剩下的考生里 还让他有所关注的 也就只剩 那个叫洛奇的青年了 他觉得能做出 这样一份笔试答卷的人 几乎不会有什么 命运女神教会 神职人员的嫌疑 可是 这个复试的考核是必要的 必须要鉴定 每一个人的成分 就算他的笔试成绩再优秀 一旦立场和忠诚性 不够坚定 那么也必须将他毁掉 不能让他为 任何其他人所用 终于 在凯乌斯的等待中 蓝奇完成了他的作品 他的双眼带着一丝的满意 也有稍许的疲倦 站起身走向了凯乌斯 他将这件作品 放在凯乌斯面前 是一件被重塑后的 命运女神石像 凯乌斯微微抬起头 看着蓝奇 然后转向他的作品 随即 他的目光像是凝固在了 命运女神像上一般 沉默了好一会儿 同时 因为凯乌斯迟迟没有给出评价 所造成的这份 过于不寻常的寂静 也逐渐由考生 望向了蓝奇的作品方向 提交作品的青年 反应非常淡然 反倒是他的作品 令凯乌斯感到了困惑 被他雕刻后的 这具命运女神像 姿态有稍许改变 被重塑成了新的动作 且极具精细化了 如同出自一位 盖世神将之手 女神的身姿活灵活现 富有温度 仿佛下一秒 就将动起来一般 而当其他后考者 看到蓝奇这个作品 都不禁惊讶于 他的艺术性 如果说 他们都是业余选手的话 这个家伙绝对是 专业中的专业 他们甚至从来没有 见过如此级别的雕刻师 甚至有人的眼神中 露出了贪婪 在极力遏制 去抢夺这件雕像的冲动 他不论如何 都一定是一件 价值连城的杰作 不过他们很快 就注意到了 这个被改造后的 雕像的问题 表情也变得 和凯乌斯相似 只见那一项 充满神性 安静的女神像 她的嘴角 竟带起了 些许嚣张的笑意 姿势变成了 抬起手 竖起了食指和中指 成掌心 向内的V字手势 颇有一种 鄙视在座的 所有恶徒的意思 按理说 把命运女神 塑造得这么光彩夺目 美丽动人 应该被直接判为不合格 但是凯乌斯发现 这个家伙身上 出现了一种二相性 他竟有点分不清 洛奇到底是在赞美女神 还是在抹黑女神 本章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